这是点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马。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莱朗玛尊哲与藏力萨克达瓦15号传授发信仪柜, 私人洛桑桑格接受印美采访谈中意边界问题,教育部对滞留在寄宿学校的藏人学生发放救济资金, 处日内瓦办事处举办在线感恩达莱朗玛尊哲活动,藏人代表参加有关西藏与东突厥斯丹宗教自由问题在线研讨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莱朗玛尊哲与今天藏力萨克达瓦15号,透过网络为巨星弟子们传授发信仪柜, 在往年葬礼4月萨克达瓦15号殊胜日,达莱朗玛尊哲都会在达兰萨拉大臣法院传授大臣八官斋戒, 与此同时达莱朗尊哲还将于本周末6月7号, 在印北达兰萨拉透过饰品会议与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青年进行线上互动, 而在演讲结束后,尊哲将会回答参与者们的提问, 据悉直播时间为印度时间上午8点至9点30分。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四镇罗兰桑格于5月2号接受印度媒体的专访时, 着重谈到了西藏问题和近期在拉达克发生的中印边界争端, 特别是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四镇罗兰桑格在专访中谈及中印边界争端时指出, 如果与中国打交道的任何国家未能意识到自己正在与一个专制政权打交道, 那么同样的事情将可能再次发生。 中共在破坏自由方面是非常得心应手的。 在中国占领下西藏发生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也不例外, 随着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日益升级, 司政罗兰桑格断言, 印度面临的边界冲突是中国占领西藏的结果。 为了使边界问题早日获得解决, 印度领导人必须认真研究西藏议题, 而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解决当前印中边界争端的最佳途径。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于近日发放总计100多万卢比的救济金, 救助自今年3月中旬开始, 受2019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而在全国性封锁期间滞留印度各地的藏人学生。 据了解, 这批救济资金分别向流亡藏人社区四所不同的教育机构下属 19所寄所学校的924名藏人学生发放。 此外, 教育部还在网上开设恢复心灵健康方面的课程和提供学术上的支持, 并根据上述19所藏人学校提供的名单, 每位学生将获得2000卢比的救济金, 用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该资金由加拿大全球事务部门资助。 另外,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将于本周日6月7号, 举办有关达来喇嘛尊者生平伪记的网络研讨活动。 研讨会邀请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 就达来喇嘛尊者的生平伪记和尊者的四项人生使命展开讨论。 本次网络研讨会是响应藏人行政中央旮下宣布的, 将2020年定为感恩达来喇嘛尊者年而展开活动的一部分。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中国共鸣力量倡议组织创始人杨建利博士于近日举办网络视讯会议, 讨论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的 西藏河东托厥斯丹的宗教证券化研究纲要, 会议邀请造人代表河东托厥斯丹专家等发表各自观点。 这场专门针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对中国宗教自由证券化的研究纲要而举办的网络研讨会, 主要列举了中共政府宗教政策的起源, 和中共政权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西藏河东托厥斯丹实施的各种政策, 并回顾了中共已建立的结构化体系及其在各地区行政权力层面的职责, 以及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宗教场所的破坏, 和对西藏河东托厥斯丹穆斯林族群的歧视政策。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赞扬海连潮博士的研究工作, 并希望韩博士与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联系, 让更多的流亡藏人了解这项研究。 与此同时,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前夕,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曾汪哲指出, 随着中国在两会上通过的港版国安法, 使得香港人民对其未来的自治地位, 以及历年来通过举行烛光首页纪念六四的活动, 正面临着被禁止和推翻的严重威胁。 6月4日是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1周年纪念日, 1989年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残酷镇压由学生主导的抗议活动, 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 导致数千名抗议者死亡, 从而使令亿万人充满希望的政治改革截然而止。 如今在中国这一事件仍然是不能公开讨论的话题。 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